教会增长 所以当教会增长的时候我要问的是增长的人数是得救的人吗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神加给教会的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魔鬼加给教会的 魔鬼也喜欢教会人很多 但是他要不得救的人加很多 因为去礼拜堂的人有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就是他以为他已经得救 所以魔鬼很喜欢你以为你得救 其实你还没有得救 所以如果教会人数很多 而这些人都不是得救的人 当然不是从神来的 那为什么不得救的人会跑到教会里面来呢 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墨世教会的一个墨世的现象 其中的一个叫做宗教复兴 所以宗教复兴人对宗教的事情已经有兴趣 所以再加上今天很多的教会 已经不再讲上帝的道 所以也没有所谓到教会里面去要受责备 或者在教会里面去要遵行神的话 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娱乐场所 或者教会只是成为一种生命激励的场所 另外一种良心安慰的场所 所以人到教会里面去 所以教会如果按着神的话 按着真理 传弟兄姐妹热心同心和一传福音 教会自然会增长 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增长祷告 但是要为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 不要把不得救的人加给教会 那是教会的灾难性 所以人多不代表福音 人少不代表不福音 看我们怎么样子传福音 当然如果教会不传福音 教会对救人灵魂没有兴趣 当然教会也不会增长 因为你对人没有兴趣 神怎么把人给我们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有热忱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 但是不要乱传 按着真理的真道来传 让人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 来归向上帝 这是神所需要的 特别在末后的世代 我们要站在真理的真道上面 好好的讲道 好好的传福音 好好的管理教会 使教会的的确切 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 都是得救的信徒 生命灵性有改变有成长的 那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败子跟麦子会一起的成长 等到将来受割的时候 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呢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诈 所以暂时不要看人多还是人少 那么如果教会退步的话 是什么原因退步呢 教会退步 当然如果信徒软弱 教会里面有罪恶 或者教会纵容犯罪的事情 教会有纷争 当然教会也会退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找出真正的更远 所以你问到底是神的作为 还是人的作为呢 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但是真正得救的人 一定是神加给教会的 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教会都是得救的人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奉献的 就是到底奉献也要奉献给教会呢 可以奉献可以给人吗 那么如果可以给教会跟给人 到底要给教会还是要给人呢 那神要我们奉献 我们知道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所以神给我们金钱 我们用神给我们的金钱来服侍他 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当然我们奉献到教会里面去 但是神有时候也个别感动 我们照顾某一些人的需要 你看见当以利亚 他在饥荒的时候 他到哪里去 到撒勒法的寡妇的家里面去 所以撒勒法的寡妇就供养什么 供养以利亚 当然是神给寡妇 寡妇来供养以利亚 这就给我们看见 这是符合圣经的 另外我们看见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有一些妇女她们用金钱 支持耶稣的事工 她们没有办法像门徒这样 到处跟从耶稣 所以她们就用什么 用金钱支持耶稣 所以在门徒的当中 就有个犹大专门负责这样 收钱 管钱的 都是完全为着什么 为着他们的需要而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保罗在服势的过程当中 得到菲利比教会的支持 所以这也是给神的仆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制度 基本上很完善 如果神感动你 你的奉献当然归给教会 但是神有给你个别的感动 要支持某一些人 照顾某一些人 那是神给你特别的感动 但是通常这些的感动 都是在给了神之后额外的 也就是说 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把该给神的 那么你认为给神 然后给人的话 那我想这个本来就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那么你问我怎么样子 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定准 但是神自己的灵感动 一般上我们是鼓励 弟兄姐妹 你们有时候的奉献 当然教会的需要 你支持教会 神给你个别的感动 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是神的灵在你的心中的感动 所以怎么处理 就是你好好的祷告 求主给你智慧 让你处理 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 但是也可以很复杂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再延伸下去 就很复杂了 如果我的教会很有钱了 难道我还要奉献给他们吗 他们的钱都已经存到 没有用 哪去投资又亏了 这些很复杂了 这些都是没有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的 但是我想一般上信徒的责任就是 支持神的事工 神的灵感动你 你奉献 那么怎么奉献 你自己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 当然随着你信主的年日增加 你会明白很多奉献的道理跟原则 但是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你有也是上帝给的 你的感动也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 叫神的名得作荣耀 我们继续的回到真言书里面 第四方面 我们就要看到真言的作者 你看到真言的第一章第一节说 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的真言 那当你读到这一节的圣经 你就必须要回去列王记上 你在向前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 那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为什么所罗门那么写真言书 因为在这里第四章二十九节 这里说神列王记上 向前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 然后从二十九节一直看到三十四节 这里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撒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胜过万人 胜过以色拉人以探 并马儿的儿子西曼价格大大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他作《征言三千记》 诗歌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自黎巴嫩的香白树 至到墙上长的牛西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兜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这一段的圣经 让你看见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让你看见的就是 神是智慧的本身 神是智慧的源头 所以一开始说神赐给所罗门 所罗门的智慧不是自己产生的 他没有智慧 人没有智慧 今天不管你的智慧有多大 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是智慧的源头 既然如此 我们知道人一离开这个源头 就没有智慧 所以你有智慧 你一定要跟智慧的源头相连接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见神给所罗门的智慧 是极大的智慧 这个极大使他超过了什么 东方人 智慧超过了万人 也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全无古人的智慧王 也就是所有在以前到现在 这个智慧的王 就是所罗门王 为什么神给他这么大的智慧呢 原来他在生命的当中 他是用智慧来预表耶稣基督 也就是他在智慧上面 为了预表基督 所以他必须超越他以前所有的人 他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 除了基督本身以外 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才说 看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所以他是最大的智慧领受者 因为他预表基督 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的 这个智慧跟广大的心相连接 这里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那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智慧跟心胸原来有直接的关联的 也就是今天我们不可能心胸下矮 而说我们有智慧 如果你说你有智慧 这个心胸一定要超越这样 广大 你看耶稣基督的心是广大的 耶稣基督的心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以他的智慧的源头就是如此 所罗门的心是广大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心来看我们的智慧 你不能够说我很有智慧 那我心胸下窄 我整天找人斤斤计较 人家得罪我 我就要对付他 人家做出意我就做食物 人家怎么样抱我 我一定要回报他 你这样子想就没有智慧了 智慧里面的宽大的 广大的意思就是你愿意宽恕 你愿意赦免 你愿意饶恕 那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考验你有没有智慧 所以不要看你懂很多东西 你会分辨什么事情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问一问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把人的仇恨记恨在心里面 如果有的话那不是智慧 智慧必须有广大的心 所以智慧越大 心就这样 越广大 这个两个要相挂钩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得着智慧 我们华人常常说 宰相的肚子能够称什么 能够称传 他的小 表示宰相的心中是胸滑 但是不是每一个宰相的心胸都是宽大呢 不是 有些宰相的心胸也是很下矮的 那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下宰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以后你要下宰的时候就提醒自己 我需要广大 我们的心要广大 如果你心已经变小了 去blown一下 给它变大一点 让你自己更有智慧 那这是一种提醒 很好的提醒 让我们不会不至于变成一个心胸下矮的人 那么第四方面我们看见智慧能够增长知识 你看所罗门很有知识 他说他做真言三千计 他讲论草木 是黎巴嫩的香白树 知道墙上长的牛西草 又讲论悲情走售昆虫水族 也就是他懂的植物界 他懂的动物界 这些都是知识 那刚才我们说智慧不一定是知识 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但是你可以看见智慧的人会增长知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智慧的本身就是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能够激发你不断地寻求什么 追求什么 追求真理跟知识 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不会说 哎呀什么都不要读 那是没有用的 不会 这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追求知识的成长 但是有知识不代表就是什么 有智慧 这一点信徒常常搞混了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需要知识 但知识不是智慧 知识就到用出来的时候 行出来的时候才产生什么 才产生智慧 所以不要一味地追求知识 而且没有行出来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行出来的能力的话 那你就不是智慧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 信徒会读圣经读圣经 很多知识很多知识 但是最后我们发现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而自高自大就没有什么 没有智慧 因为智慧就不会自高自大 所以你一想的时候 你一明白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我为什么要追求知识 原来我的知识是要给主用 我的知识是要帮助我行真理 我的知识要使我做得更好 我的知识要使我荣耀上帝 但是他能够增长学问 能够增长知识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会好好地追求明白 愿意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 有知识的人 第五方面 我们看到在后面他提到 所罗门的智慧呢 三十世纪天下列王 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都猜了来听他的智慧话 那我特别要注意 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智慧话 谁讲智慧话 智慧人讲智慧话 我们说过的讲话就是智慧的表达 耶稣说心里你心里面存什么 你口里面就怎样讲出来 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伤害人的污秽 我们出口就会污秽人 所以我们的里面是智慧 我们就讲什么智慧的话 所以你从你的讲话就知道你有没有智慧 从你的讲话就知道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 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话语 所以你不但用广大的心来衡量 而且你要用你讲话来衡量 有时候讲的时候自己听一听 自己听一听像样吗 可以吗 我这样子讲合理吗 对吗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讲话没有智慧的话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你没有智慧 那什么是智慧话 那智慧话 那智慧话是不是能够东南西北 从牛西草谈到那个河马 怎么样生孩子 是不是叫智慧话 那些都是知识 但是智慧的意思保罗的定义就是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 就是你讲话有造就能够造就人 能够激励人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智慧了 那种话不容易讲 那种话需要真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讲出来是能够造就人 能够安慰人 能够鼓励人 能够帮助人 我们人多数都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为什么语言当中充满了尖酸刻薄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才充满了刺伤人 而使人难过受伤 那就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智慧 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 在适当的时候讲智慧的话 那你说我不会讲智慧的话 那怎么样呢 真言有一句话很好用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所以一个人不讲话 也算是异昧的人不讲话 也算是什么 智慧人 所以有时候 没有话就不要讲 没有话就不要讲 那让我 有一次我讲了之后 有人问我 牧师那是不是我要做哑巴呢 我就跟他解释 不是不是要做哑巴 现在我后来再过来 后来再自己想想 这样的答案好不好呢 这样答案是不是可以满足 他都想想 我现在改口了 如果你问我说 那是不是要我做哑巴呢 我说是 但有时候你做哑巴是好的 我不担心你不讲话 我们都担心你讲太多话 所以你们要担心我讲太多话 所以我们为什么牧师整天得罪人 就是我们讲话太多 你懂吗 我们在台上有时候讲讲讲讲 一离开讲章就乱了 那你写讲章写得好好 你没有讲章就乱了 有时候就讲很多话 有时候就伤害人了 这是难免的 这一个罪是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赦免 但是智慧的人就讲智慧话 如果神给我们教导的恩赐 你照着圣经的真理教导就是智慧 你一讲圣经的话就是智慧 你神的话一解开就是什么 就发出亮光使余人通达 所以你教导圣经 有神的话 这就是本身是智慧 所以智慧人讲智慧的话 所以所罗门是智慧人 第六方面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需要智慧的 在当时候那些天下猎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没有听见过的 我们可以理解 当时候他们就没有圣经的启示 特别是天下的猎王 他们的立法书都没有 但是他们看到所罗门竟然可以讲出 这样了不起的智慧话的时候 他们就来了 他们就愿意听了 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智慧的人 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成为我们的智慧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智慧的人 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 使世界上很多的人 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听见智慧的话语 因为这个世界很需要智慧的人 我们自己也很需要神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所罗门讲了三千句的真言 当然没有每一句都列下来 不过我们有这本真言书可以给我们学习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能够从真言书来学习 所罗门从神那里得作那个天上的智慧 这是我们可以感谢上帝的 所以我们这个真言书的目的就是 让我们从真言得作智慧 当然你读福音书 你听耶稣的教导 那是智慧 你读整本圣经都是智慧 但是我们需要听智慧的原理 最后我们思想的就是 所罗门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智慧人 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就做了最糊涂的事情 我们知道他跑去拜偶像对吗 跟着他的妃嫔拜偶像 我们就想一个问题 智慧人可以使他能够预防他 为什么这个智慧没有办法预防他做这件事情 拜偶像的事情呢 那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他是先离开神 他就没有智慧了 智慧不能因为你得作了就永远有了 智慧不会你得作了 你离开神 你的智慧还在 不 离开神 就没有智慧 所以耶稣讲的话 离开我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在主的里面的时候 你是智慧人 你一离开神 就是什么 就不是智慧人 你就会犯错了 所以很多的领导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很多的人教导圣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以为他可以离开神 继续教导智慧的眼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人就选择离开神的时候 他就没有智慧 就是为什么他做了出很多糊里糊涂的事情 眼里很简单 因为他离开上帝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神 我们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 我们一离开耶稣 我们离开这位智慧的神 我们就没有智慧了 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保守我们 在他的爱的里面 常常回到他的面前来领受智慧 所以智慧就是自己常常跟神相关联的 所以所罗门在神的里面他得着智慧 就写下了这个真言书 接着下来我们看一看 怎么读这本真言书呢 当我们读真言书的时候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真言主要的都是很短很短的句子 对吗 那么我们里面充满很多的比喻 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比喻 然后才能够用出来 你不能够自义的照着自义来用的 比方说自服己心强如勇士取成 这句话 那我们今天哪里有去勇士取成 我们又不是勇士 我们又没有去攻打别人的成 所以它的勇士取成的意思就是 勇士取成是很大的成就 也就是一个人会自服自己的心 比拿诺贝尔奖还重要 今天你可以拿诺贝尔奖 你不一定会自服自己的心 人的心可以很多的变化 人的心有很多的邪恶 你的自服己心的成就 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能够成就多大 自服己心就是很大的成就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攻克己身 自服己心 叫身服我 你就可以开香槟庆祝了 因为这是很难的 但是你可以做到的话 就表示你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 这就是它的意思 所以你读真言不能够直接的用 因为有时候它跟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很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最著名的真言提到 宁可住在房顶上 不要跟死期侦察的妇人同住 对吗 这个很著名 每个弟兄都会背 那今天那里有物顶给我们住 今天当然没有物顶给我们住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说 我们宁可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 我们宁可躲在厕所里面 我们宁可躲在储藏室里面 都不要跟那个当初不应该起回来的人住在一起 你要明白它的理解是 这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比较能够体会的 因为它指它的处景 这个处景是要转化 所以你每次读的时候 不能够说你读了之后就能够用 因为它提到很多是我们今天 跟我们很多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当我们研究整个真言书要跟整个圣经的总原则 还有神学 还有整个圣经的教导相符合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解真言到一个地步 跟整个圣经的原则相冲突 比如说真言很少谈到天堂跟地义 那是不是就没有天堂跟地义呢 当然不然 真言没有提到关于 很少提到关于我们信仰的这一方面 而是多数在生活方面 那是不是信仰不重要呢 不是 这些都是要跟整本圣经相符合的 因为这本真言的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信徒的生活 如果你读诗篇是要跪下来读的话 你这个读真言是用行来读的 如果你的诗篇是在你的灵修的房间读的话 你的真言是在你的办公室读的 就是说他每一天的生活的需要 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行的 但是它是跟整体的圣经相符合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整体的圣经 然后再来明白真言 还有第三 真言很多是神的智慧 通过所罗门的勉励跟教导 但是其中很多是要自己怎样 在生活中努力的 不是说这个跟信 不是说你信耶稣就得到得救 这样子自戒的 真言很多是你自己要努力的 也就是说真言你读了之后 你读了之后明白了之后 你就要怎样 你就要努力的 就好像其中一句话说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你懂我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那你到处就去借钱欠债 这边还你 那边还你 你就有很多什么 你就成为仆人了 所以你要懂的这个意思 你要去努力 既然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那就怎样 能够不欠债就怎样 不要欠债 能够不欠债就不要欠债 尽量用什么 用cash 现在cash is king 对吗 现金就是亡了 但是我们以前都是 我们买房子买车子 你拼命生活全部用 用什么 用别人的钱 现在美国社会就是这样 他们都欠人家的钱 欠人家的钱的问题是 如果债主一起来 你就死了 对吗 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一来的时候 有些人可以安然度过 有些人不能安然度过 这都是对这句话的明白 欠债是什么 债主的仆人 所以你还是要努力的 你不能够读了之后是读了 你没有去努力的话 那你就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就好像他说 懒惰人家去看茶 看蚂蚁的行为 你去看看蚂蚁的行为 看了怎样 看了回去又在睡觉 那没有用 你看到蚂蚁的行为 蚂蚁的特点是什么 蚂蚁的特点 第一他群劳 第二他合作 第三他在夏天预备粮食 你自己要努力 所以你就要怎样 你一定要群劳 要做工 基督徒要工作 所以保罗斯要做工 才什么 才可以吃饭 所以你就做工 你需要做工 你做工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要努力的 而不是看看了之后 就算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真言的时候 要明白的 你不能够说 我知道了 神就要赐福给我 这个跟信仰的那一部分 是有这些差别的 你自己要努力的 以后我们会谈到很多很多这方面 第四呢 我们要一面读真言 一面想 一面观察 一面看报纸 那我教你一个办法 就是每一次你看到报纸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你在老好中找找看有没有一句真言可以配合的 你就可以考一考你的真言数不数了 你常常看到新闻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真言老早就是什么 就警告了 所以真言老早就提到很多的方面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观察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照真言的真理去行的时候 可以免去许多什么 许多的困难跟灾难 那这是很真实的 所以你比如说骄傲来 羞耻也来 那真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当人一骄傲的时候 接着羞耻就来了 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 整个人类也是这样 你看巴别塔的时候 人的精神高昂 忽然间怎样 变乱口音就发生了 羞耻了 那同样的 今天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用神 整个金融就是神的时候 整个金融就出现危机了 这就是有时候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夸口的 一夸口的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的 从生活的当中来提醒自己 所以一方面读 一方面思想 一方面观察 一方面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 想想看有没有真言可以相关联的 如果有的话 你把它关联起来 你就会很生动的明白这本真言书 所以还有真言的一些用词 你要明白 真言常常把人分成基本上两种人 有时候叫他智慧人 还有聪明人 义人 勤奋的人 这是一种人 另外一种人是 愚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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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惰人 这是另外一种人 你不用说智慧人就是那些有读书的 愚腕人就是那些没有读书的 不是 他不是这样 那么 智慧人就是那些社会有地位富裕的 那愚腕人就是社会上那些没有地位的 不是 圣经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的意思是 如果他讲你是智慧人 聪明人 义人 勤奋的人都是讲说 这些都是认识神 跟有按着神的真理而行的人 不管你的社会 身份地位是怎么样 那么 愚腕人 愚腕人 懒惰人 这些都是不照着神的教导来行的人 所以今天你是什么人 如果你照着神的话而行 那就是什么 智慧人 如果你违背神的话 那就是什么 愚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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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圣经的用词 那么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君王 我们今天很少看到君王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把君王变成上师 那就很容易明白了 他说殷勤的人要站在君王的面前 你今天在殷勤也很难站在君王的面前 但是你这殷勤会得到什么 上师的赏识 意思 所以你就开始用现代的角度 来明白真言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 要这样子的帮助弟兄姐妹 来体会跟明白真言书 所以这是我们会 你读真言的时候 然后就需要用这样的明白来阅读 好 那我简单的介绍 真言整本一共有三十一张 所以你每天刚好可以读一张 一天刚好读一张 那么你就刚好一个月可以读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很好 但是久而久之你就没有再读了 你可以试试看 其实可以常常读 常常读 就是一天一张 一天一张 那么不要紧 如果今天你忘记了 今天是14号 就从14章读起了 那么你读了之后 我又很久没有读了 那么忽然间已经来到25号了 那就从25号读起了 它的好处就是这样 你不会找回我以前是读到哪里了 那是很腿上的事情 所以这是它的好处 我们不管从哪里就从哪里起来 所以这是很符合圣经 然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这是我们焉离在神的道上面不断地成长 所以它的有这样子的安排 那么真言呢 如果我们看见它第一章第一节是讲到它的作者 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就讲到它目的是什么 这本真言书要达到什么目的 从第七节就讲到整个智慧的要诀 整本真言书的要诀 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认识一万人藐视智慧和顺慧 是整个真言书的中心要点 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呢 你去读的时候都会读到一句话 他提到我儿种子啊 我儿种子啊 原来是一个父亲教导他孩子的 一共13个人生的功课 在里面隐藏了13个人生的功课 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一个少年人一个青年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鼓励教会的青少年人 他会听瓦语的 他们来 他们可以从这13个功课明白很多的真理 这13个功课是一个做父亲 一个智慧的父亲跟母亲的教导 那么从十六章开始呢 就是一直到第九章十八节 那从第十章开始呢 你翻到第十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 你就看见他说所罗门的真言 那么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 这一大段呢 是敬虔跟邪恶生活对比的真言 那什么叫对比的真言呢 也就是他提到智慧跟疑昧 不义跟公义 义人跟恶人 懒惰跟勤劳 恨跟爱 正直跟弯曲 诡诈跟公平 骄傲跟谦卑 他一直在对照的 你看十章第二节说 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 第四节 手懒得要受贫穷 熟群的却要负责 所以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一直这样的对照 然后一直到十五章的三十三节 都是如此 我们把它叫做 敬虔跟邪恶生活的对比 然后从十六章一开始 一直到二十四章 是讲到敬虔生活的真言 那里面所讲的都是 怎么样 倚靠神讨神的喜业 比方说十六章第二节说 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 衡量人的心 所以就是 是关于生活境迁的真言 一直到二十四章 那从二十五章开始呢 它就变成是一些人际关系的真言了 那么以下是所罗门的真言 就是由大王西西加的人所陈入的 西西加可能是负责收集这些真言 那么都是跟人际关系的 你看第三节说 天之高地之后 君王的心也测不透 然后你跳到第六节 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道 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 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 强如在你警戒的王子面前 叫你什么 叫你退下 这是人际关系 这个告诉你 有后你不管参加什么场合 你要知道有一些位不可以坐的 你懂吗 看清楚才坐 你宁可坐在那一个很普通的位置 最后你就说 哎呀你应该坐那边 那你就有光了 那么你乱坐一场坐到王位的话 你就说对不起请你下来 那是很不好意思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懂的位置 什么 不过这个礼拜堂没有关系 礼拜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位置 除了那一个他常常坐 坐的很久的 已经变成他的位公认的了 那你就不要去坐他 因为牧师看他 有没有来也看那个位置是空的 还是有人坐的 那种位置除外 那么意思 其实你看这是关于人际关系的 有时候你说懂吗 你说懂 但是不一定懂 所以他就教导 关于人际关系 还有很多的方面 那么一直到26章的结束 27章开始 27章到29章 都是关于人身 律法财富的真言 比方说不要为明日之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知道 那这是人身 对吗 所以很多关于人身跟财富的 这些问题 一些真言 一直到29章的结束 30章是一个人叫做亚古尔 亚古尔是一个智慧的人 他有一些的真言 他有一些的真言 个人的真言 那么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14节 那第15节也是他的真言 不过比较特别是他用树木字 都是有树木字的 麻黄有两个女儿 有三样说不知诸的 对吗 你下面他说 第18节测不透的旗面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有什么 有四样 第21节是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有四样 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的小屋 二十几节步行为武的有三样 你看这是树木字的真言 叫做树字的真言 到了31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第9节是利木伊勒王的原理 这个利木伊勒王是谁呢 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说其实就是所罗门王 有人说是其他的王 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要讲到 这一个他的母亲给他的教导 就是关于领导者 也就是你怎么做领袖的 怎么做君王做领袖的 而最后呢 第11至31节讲的是最著名的 叫做财德的夫人 真言就用这个财德的夫人作为总结 把整个真言书就总结了 所以我们会照着这样的秩序 来明白这本真言书 所以当你在回到真言的前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 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真言 从第2节一直到第6节 我们读一读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信慧 分别通达的原理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义公平正直的信慧 使疑人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力 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作智慧 使人明白真言和弼义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谋力 在这里讲到他写这本书五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要使人晓得智慧 第二个目的要使人分辨通达的原理 有分辨 第三个是处事 第四个是激发 使余人灵明是激发 那么有知识谋略是激发 增长学问是激发 得作智慧是激发 第五是领悟 使人明白真言和弼义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谋力 就是领悟 那些更深一层的 那这五个目的 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才讲解 所以让你知道 这五个目的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五个目的 也就是说 你读完了真言书之后 你要有这五个目的 达到这五个目的 如果达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是 真言书我们领受了 好 我们下个礼拜 照样七点半 我们照常这个上课 等一下回家的时候 开车的人请小心 记得要有智慧 不要开车吵架 好 我们祷告 主 谢谢你教导我们 你的话是我们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 特别在这个艰难的世代 我们怎么能够面对 这样一个充满邪恶营有的世代呢 求主赐我们智慧 晓得怎样子的依靠你 过智慧的人生 谢谢主给我们宝贵的恩惠 慈爱跟教导 弟兄姐妹 每一天的路 求主看顾 在这个艰难时期所需要的求主供应 我们如此仰望祷告 感谢奉主圣命而求 Amen 好 谢谢大家